来看谁有着一字千金的能耐 川普他发了一个Twitter 上面写说 刚跟习近平建立行了一个很好的电话交谈 而我跟他确定会在下个礼拜 日本的G20峰会举办会谈 我们的团队会在我们之前先进行沟通 就光这一则Twitter发出来之后 道琼涨了300多点 这显然比我们台湾的国安基金更管用 有人说谁可以操纵股市 川普最会操纵股市了 发个简讯发个Twitter 就可以让美国的股市翻转 我们来看这个Twitter证实了一件事情 就是至少这一次川习会是 川普他自己先主动打电话给习近平的 那有媒体就解读了 他怎么会先主动热线邀约习近平呢 老师你觉得有人说这叫做川普 也不怕被打脸 反正我现在股票跌了 我要跟你见面 然后我们好好谈一谈 他也就低头去做这事 我觉得川普 就是大家不要低估 他是自认自己是谈判高手 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出一些 大家没有想到预期的牌 那长期以来 你看他这么强烈的 这个跟中国在贸易战 在关税战 在科技战对抗 但他一直讲到说 习近平跟我是好朋友 然后呢 还强调一点 他说 他说我从来不怪习近平 我怪美国人 为什么对这么 他就一直强调 维持这个沟通的管道 没有一句恶言对习近平 那我相信他这一次 也希望能够在这样子 我主动释放一个橄榄枝 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结果 所以这个之前 不管是在贸易谈判上面 曾经料过多少话了 这能够让股市一涨 他自己也加分了 对 而且他现在 刚好我们叫做kick off 刚开始展开在佛罗里达第一次的这个 是 时间点也差不多 时间不连任 是吧 时间也差不多那时候 不过 既然刚才我们下段聊 你要去解读两个大国之间 同时要去看细节的时候 比较细节的十字面 通常是矛盾的讯息最多 委员刚刚提的几点 我给大家看 这都是在这个周末出现的新的新闻 G20前夕 美国再列出五家中国的企业 进入了黑名单当中 包括了被加入黑名单的企业 有美国的半导体 超维公司AMD 在中国合资的伙伴 天津海光先进技术投资有些公司 这背后都有一些 中科曙光上市的公司的股份 那另外呢 还包括了华为 应该不能讲华为起诉 华为提起诉讼了 美国的商务部 因为华为认为说你违法 扣了我们的设备 没有办法运回中国大陆 那你这条做法是不对的 就对于美国的商务部提告 另外联邦快递也加入战火 他们封杀了华为 又新了一波动作就是 英国的华为的手机现在 美国的Fed Express 他想说我不帮你送到美国去了 这个又是新一波的一些矛盾的冲突 所以请教一下李教授你来看 这几件事情在集团里的前夕都发生了 你怎么看他透露出来的一些讯息 是 如刚刚的报告就是 从去年3月下旬到这边16个月 我们的角度都集中在贸易战 但是从华为之后5月这个出口禁制力 可能要有个心理准备 现在这个不是贸易战 它叫做新科技冷战 那这个新科技冷战里面 我个人认为有两个核心 一个是技术创新 一个是制裁权保护 那么华为这个出口禁制 涉及到下一波5G的整个规格战 那么我们看到像华为在 不管是在这个东协 北非或中东 它的网通技术设备 现在市占都三成到四成 那美国本来组一个Big Five 五眼联盟 那目前来看英国 德国 纽西兰 看起来也都破局了 就是川普并没有达到去围堵 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我觉得走到这里 包含刚刚主持人所列出来 最新的一个讯息 可能必须要开始进入到 是一个新科技冷战 是在一个技术的创新 是在一个制裁权保护上面 来做一个观察 那我也认为在月底这个峰会里面 这些议题应该都是双方要去喷出 要去做讨论 那如刚刚郭委员正亮兄所提到 假设川普在华为这个竞争上 有一些松让 那或许就是释出对中方 比较善利的一个讯息 这个是很值得观察的 可是现在看起来没有这样的轨迹啊 对 所以这个就是 因为这个说实在 我们在做金融投资 在过去这16个月 实在是非常的辛苦 就是说每天醒来 我常跟我的同事讲 我们操作金有12党经纪 现在你们看这个川普的推特 可能远比联准位的汇率 几乎重要 他说美元现在太强啊 然后那一天美元就重创 美元他不满意 那一天美元就走深 那我们做多也不是 做空也不是 所以开玩笑讲说 我们金融投资 至少在过去的两年半 至少在我的团队里面 现在是把川普列作 他的推特列作 我最重要的评估的依据 我之前要问你这问题 因为我碰到金融界的朋友 他们以前在台北熬夜 是不是要看美股开盘 他现在熬夜是看川普有没有发推特 你们现在把推特的锁定 你们的必须要观察的吗 我跟各位观众朋友 包括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我自己在看联准 看二十几年 美国有一些投资银行 或是媒体就是锁定一个单位 专门去研究联准位会计记录 自贞俱拙 去抓知识马迹来做判断 研究他哥派或是鹰派的用识 对对对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学问 但是这个学问走到这里 已经没用 全部都在研究川普的一个推特 那所以这现在变成是 我们在操牌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依据 但是他说不准嘛 因为他就变来变去 对 我补充几个细节 因为今天又公布那个 这个中科曙光有五家列为出口黑名单 那我就看到大陆的微博就有一些反应了 说中国商务部不是说要搞那个 不可靠实理清单吗 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 没有任何家企业对 就有人在不高兴 所以联邦快递大概就是来找死 因为这种公司对 就直接进名单 对中国来讲 影响比较小 因为他市占率在中国不到2% 可是坦白讲真正的关键点 现在美国比较能够让的事实上是Google 因为谷歌也在跟川普游说 所以我那个APP不能用给华为用 可不可以松绑 因为他现在大概也收到一些讯息了 就是 中国政府大概是要用整个中国的市场来挺华为 意思就是说我就把你谷歌直接列入黑名单 那连那个小米啊中芯啊 OPPO啊都不能用你谷歌的APP 是 那我们就来打吧 全球以后就三个APP 三个那个软体系统 iOS嘛 然后安卓嘛 那我结合俄罗斯跟非洲 那看你谷歌怎样 二十几亿以上 所以就说他也不想看到这个局面 因为安卓在中国收的权力金也相当多 所以他就这样可以通用啊 所以他当然 对谷歌来讲他只打华为嘛 可是中国政府现在给我感觉啦 是我就不准你进中国 那谷歌损失太大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在这里拿捏啦 就说那是不是用谷歌来当作松绑点 或者是AMD AMD也是一个关键啦 因为AMD就牵扯到华为他那个里面的软体框架 那是很核心的啦 那事实上今天列入了那个 叫那个天津海关先进 那也是跟AMD长期是签约的啊 那现在也变成黑名单 我刚回应一下吕教授讲的 像你刚提到说 以前研究FED所有的董事他们的发言 每个用字有多么的细微 现在研究是川普的字啊 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笑话 就是当川普讲说 We'll see 就是我们再看看吧 就代表说 I don't have any policy so far or ever 就是不会有任何的一些policy 就是他会讲说We'll see 好 我们来看这次的G20 可能我们要看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看什么We'll see的东西呢 谈的除了是贸易之外啊 可能会聊到的包括了朝鲜的局势 人权的议题跟台湾的议题 都可能啦 那老师你来看 怎样去看这次的G20 两个人见面之后要谈的内容 我认为川普啊 不会去谈人权的问题 因为他根本不在乎 这也不是他的核心价值啊 当然就是说去搜那个推特嘛 他讲的推特刚刚吕老师讲了 我找了个半天 他从来没讲过台湾什么人权啊 民主啊 自由 所以他不会在乎这个 因为不会在乎 大概也不会去谈台湾 我觉得朝鲜问题他会谈 然后会谈这个贸易问题 因为这个必须要谈 当然更重要就是习近平要谈的是框架 整个这个美中在世界 这个国际关系里头的一个 相互之间的地位 到底是什么定位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大概才是重点 你刚刚讲到说 连台湾立体都不太会 搬上台面 我觉得不会 彭小杰日报有讲说 对台的军售案可能会成为话题 影响到美中贸易 你觉得 我认为也不会 也不会 因为我们从 美国有宣布暂缓军售 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在台湾 会认为说 台湾在美中关系当中 是扮演很重要的分量 对不起 其实没有这么重要 然后每一次我们都会认为说 在美国大选当中 其实台湾是一个 还蛮重要的议题 对不起 完全不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个事实 就是美中有其他更大的矛盾 台湾可能是当中的一个 可是当两岸之间 现在是维持现状 虽然是一个冷和的情况 并不是非常理想 但是只要没有冲突 应该就不会是一个 主要的议题 好 我们知道第三波的 关税的期限是7月2号 在此之前呢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看G20 到底有没有一些比较 双方的领导人有一些共识 然后下面去谈细节 不过当中要观察一个焦点就是 因为川普的竞选正式的起跑 当然美国本土更关心的 包括的是一般的民生消费物品 涨了多少 美国的失业率现在如何 还有企业的成本增加多少 这可能是美国民众最关心的一些事项 会直接反映在民调上面 所以就这几个点 我就要请教一下吕教授 你来看第三波增加关税 在川普的心中 面对的是国内 消费物品涨价的压力 失业率的问题 以及企业对它反映 这个状况 你认为加税的几率高吗 第三波正式上路 我们得先来推演 月底这场峰会可能的情境 那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没有共识 然后破局以后 直接就宣布那3250亿中方的商品 就克满25% 这是最糟糕的情境 那第二个就是说 会谈气氛非常良好 双方同意继续协商 那我自己认为这个情境的存在 可能性是最高的 那第三个就是说 哇 一片和谐 拥抱 欢呼 然后双方就是洽签了 那看起来这个机率也不高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在金融投资界 非常头痛的地方 因为我们在做投资 不怕利多 不怕利空 我们怕不确定 你现在这么一弄 如果是第二个选项 就是说双方没办法签 然后继续 以拖待变 继续再保持恰上手 因为他那个第二波2000亿还没起针 对 没有错 所以我现在就看说 回到刚才主持人 永康兄的问题 我认为如果月底这个破局 恐怕 大概川普毛的劲就是全部就给他争了 就5000多亿的可能性就高 那这个就回应到刚刚所带到的 这非常恐怖 因为假设原来2000再加3200 就5200多亿的这个状况 25% 那这么多 要理解过去这么些年来 中国大陆是用一个低廉的劳动成本 他等于是低价售到美国去 但对川普而言赚起庞大的贸易逆差 可不可谓言 这也造就美国中价阶层相对生活成本比较低 但是如果美方对陆方克到5000多亿 全部克满25%的时候 这些必须要反映在终端价格 那很快 美国普遍就是通膨 那现在就是会碰到联准会的问题展开 就是对联准而言 现在因为景气已经弱化 贸易的问题开始造成景气下修 他得降息 甚至在谈7月份要降息两码 可是如果川普立即展开 加起来是5000多亿25%的关税 又反映中央价格是上扬 他就是通膨 那反而联准得升息 所以现在我要谈的时候 谈到这边想跟各位 跟我们谈一个议题的时候 你发现联准会处在 非常痛苦 这是说全美国最顶尖的财经脑袋 因为我自己的指导教授 也正好在联罪任职9年 我会讲全职最顶尖的脑袋 然后现在碰到川普这样弄 你发现所有的财经货币专业 全部没有用 就是说他没办法去根据 他的所谓的专业的货币决策 因为白宫所做的动作 对于联准会造成一个极大的牵牢 我记得明尼苏打还是哪边 有个方法总裁讲一段很妙的话 就有记者问他说 你们所讲的有些话 川普总统不是很高兴 不晓得你怎么看 结果这个总裁回答说 那他是总统 我们能够怎么样 然后我举这例子要表达来就是说 如果连联准现在这些官员 在处理这些议题都没有 都是这样的状况的话 对那变成说 反而政治是最大的经济了 那我们就呼应到前面的 要把川普的推特 川普的政策摆在最优先 因为显然他是一切的源头 包含我看五月下旬 联国发表了一份 年终全球经济展望 列了七项 如果各位有信我待会报给大家听 洋洋傻傻 这是联合国非常权威性的一个评估 我看完七项发现只有一条 就是美中贸易 其他那六项都从美中贸易衍生出来的 那我举这么多例子 我是想表达 好像财经的专业 货币的专业 已经不太管用 现在全部盯紧白宫 盯紧川普个人的这些学策 就媒体假如来讲 真的第二个选项 两人拥抱 但是没有实质 具体的那种是最可能发生的事情 体度氛围改善而已 对 氛围改善而已 你也不可能一下一口气 就把五千亿全部加起来 如果加起来的话 过几轮的谈判 对手就不是跟川普谈了 因为已经换人了 就是一个 他可能会没法连任的